开了十几年的二手车不要着急换 花个几十几百块钱加点新配置 马上好用很多 今天跟你分享六个 第一个手机支架 我说的不是过去那种卡在出风口上 摇摇晃晃的那种支架 现在很多车型都可以买到专用的手机支架 根据内饰开模的用起来会好很多 还有这种磁吸的不占空间 吸上去也是不容易掉 手机没有磁吸的话 配一个这样的手机壳也是可以的 好用价格也便宜十几块钱差不多了 第二个可以补上的功能蓝牙 除非你的手机有这种3.5毫米的黑科技接口 直接可以插上车子的奥克斯口 不然的话都需要蓝牙了 那有的车上面是有3.5毫米接口的 那我们买一个像这样的蓝牙接头就可以了 买的时候注意一下 不要只看5.1 5.2 5.3之类的标准 重点是要看它支不支持比较好的编码格式 那你比如说安卓手机 我们就要看aptX苹果AAC 遥遥领先支持的是LDAC 那一般只要是支持aptX的音质就不会太差 平时听听歌基本没什么问题的 100块钱以内就可以买到比较好的 那对延迟有一定要求的朋友 就要问问商家了 自己的手机设备本身知不支持低延时 那如果车上没有3.5毫米接口呢 也不是说难不了 就是麻烦点要拆下中控 网上面也有专门的套件卖的 价格可能贵一点 要100多块钱 CDG们拆出来 从后面的AUX接口连上线 然后再装回去 用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装起来比较麻烦 店里给个手工费是免不了的 一包也能解决那说明是好朋友 那第三个好用又不贵的配置呢 是自动大灯 我们单位小伙伴就有一次 晚上回家大灯忘记点关了 结果第二天的车子发不起来 没有电了 那如果自动大灯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吗 他就马上下单买了一个 装起来也没想象中这么难 动手能力强点的朋友 自己都能搞得定 先连接到大灯控制杆上面 走一下线 最后呢把光感元件贴上 搞定了 靠这个来感光 就能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了 直接控制大灯开关 变成自动大灯了 一般也是100多块钱就可以了 基本上所有车型都有 那如果是大众的那种的话 更简单 开关总成换一个就好了 几十块就搞定 那第四个我们接着讲 行车记录仪 作用大家都知道了 总类现在也很多 那么现在有的还可以 直接用carplay或者是high cut 再配一个后面的摄像头 就实现流媒体后视镜了 那这种价格贵一点 基本上500块钱的样子 像我们单位小伙伴的 马三上面装的这个 屏幕小一点 但是有后摄像头 倒车的时候 还有倒车影像 便宜点的话 现在200多块钱 那最后要讲的是胎压监测 这个之前 专门做过一期视频的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我头像镜主 也收一下胎压 直接可以看得到 现在价格不贵了 几十块钱 就能买到一套胎压监测了 像是这套的话 只要60块钱 质量还不错 效果还可以 那除了胎压监测 充气奔也可以考虑背一个 便宜的几十块钱也在了 轮胎扎胎 或者煤气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先补点气 然后再开到轮胎店 不然的话 这轮胎扁着你开过去 轮胎有可能就报废了 那我们最后还要讲一个 就是贵一点的了 LED大灯 可以考虑装一个 比很多卤素灯 甚至先气灯都亮的 那晚上开车的时候 看得更远更清楚 也就是更安全 那往上那些便宜点的总成 两个灯加起来 800多900多 这个大灯 它到底能不能买 新的还是旧的 还是说是假的 来路怎么样 买来效果怎么样 我们自己掏钱买过来 拍车视频了 你想看的话 点我头像进主页 搜索LED现成视频 现在就可以看 那我每天都会给你更新 实用有趣的汽车干货短视频 开车养车都用得上 关注记得点一点 下次就不会错过了